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的早晨 今天早晨 那么我们来到死的面前 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一起来看 那马太福音第六章呢 这是讲四舍 禁食 祷告 然后还有主导文 其实这段经文呢 包含了好多的真理 那要在短短里面呢 其实这段经文可以讲好几篇道 但是要在短短的几十分钟 要半个小时 要讲完一整章 的确不容易 但是不用怕 我们要对准神 好不好 我们对准神 我们就能够了解这段经文 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 那么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的全五章 就是耶稣基督做个异备 这全四章 然后第五章 耶稣就出道了 去传天国的原则 因为我们知道 马太福音 无论是马太 马可 路加 耶翰 这四本福音书 都有特别针对的人 群体来说话 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 就讲到好多的家谱 这是犹太人的家谱 所以我们看到 到第五章 昨天就到第五章 就讲到登桑宝训 登桑宝训 就好多人听耶稣在做教导 其实耶稣就带出来 给犹太人知道 这位弥赛亚 他要来的 这个天国要来的 那么天国的子民的特质是什么 天国子民的标准是什么 他就跟他们讲 清醒的人有福 爱动的人有福 等等 然后我们看到 这一章 第六章 就特别的强调 天国的子民 其实跟你们犹太人 你们这些法利赛人 撒开度人 这些祭司所教导的 内容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本来在施舍上 我们知道 在宗教的这个属灵上的操练 施舍 就是奉献 施舍 就是giving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 祷告也是 基督徒就是要祷告 敬拜真神就是要祷告 但是为什么施舍净食 祷告却变成一个问题呢 原来 这种内心的属灵的操练 既然都已经讲到内心 所以它是特别针对 我们属灵的内心的一种 操练的一个行为 所以 你把焦点放在外在的方面 那就不对准神 是的 所以无论是施舍禁食 祷告 是一种内心的操练 它从内心才发挥出来 外在一种浅诚的表现 那弟兄姐妹 我们有外在的浅诚 必须先有内在的操练 才外在的浅诚 才是纯正的 那么如果你只有外在的浅诚 那个只是外表 内心切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耶稣就特别的针对了 那就说 如果你要成为真正天国的子民 真正的门徒的话 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法则 所以 耶稣基督就以犹太教信徒 犹太教信徒一直来都说他们是浅诚的信徒 他们是亚巴拉罕的后裔 他们了解圣经 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做个对比给他们看 然后真正的天国子民 焦点是放在什么 放在生活上操练金钱的 纯正的东西 你内心这么操练 但是你外在的 你的内心的东西对了 然后你外在所行出来 才是对 而不是先有外在的表现 所以弟兄姐妹的确没错 如果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的话 那么我们在进行任何或者什么宗教的活动 他的骑士 他的特质就是整 最好向我们来敬拜赞明神 如果你有内心真诚的唱 那你就是敬拜 如果你没有内心真诚的唱 你只不过是唱一个普通的歌 那个歌词虽然是有意义的歌词 但是它却不会带给你生命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真神的指名 我们当然我们的东西要正 既然我们说我们是敬拜真神 就是正拜真神 而不是假拜真神 所以更何况在这个虚假的世代 人常常带着一个外貌外表 就是来掩盖自己 都是讲究门面的功夫 包装等等 那我们身为敬拜真神的耳理 那我们的内心是否要有纯正的动机 那么纯正的动机呢 就在这虚假的世代呢 是显为宝贵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些的全言 好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 第一个决断呢 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稣特别的针对死者的这一回事 所以我把它标题成为 死者要纯正 那我们注意这些字 如果你有笔的话 你就把它画下来 耶稣说什么呢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 什么呢 在人的面前 然后这里特别讲 purposefully 故意的教他们看见 换句话说 行善事不是要让人看见的 他说若是这样呢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识的 就是说如果你行善事在人的面前 那么你就得不到父的赏识 那反过来就是说 我们行善事呢 就要怎么样呢 就是不要在众人的面前 所以这里说 你死者的时候 不可在你面前 催号 Blow the trumpet 英文的这个翻译就是 Blow the trumpet 就是在那边自我宣传 那为什么自我宣传 这里耶稣就特别讲 就一种人 他说只有那一种人就是这样 那就是假冒为生的人 像那假冒为生的人 就是在会堂里和戒道上所行的 就是什么呢 故意要得了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里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识 你死死的时候 所以耶稣这里就做一个对比 他说你们要施舍 不要像那一群人 那一群人是在灰堂 借到你所行 故意叫人看见 故意在人的面前 然后在人的面前催号 但是你们觉得不要 如果你们真的 死死的时候 不要叫你们的夺手 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死死的事 怎么样 耶稣就叫我们做 在暗中做 这是说不要故意的让人知道你在做 因为你做的对象是给神 虽然我们奉献事实是给人 给教会 但是这个是做在父死的身上 所以这里说你不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 任何的奉献 施舍 天父都看到了 所以我们看到 施舍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件善事 对不对 但是呢 其目的主要是让 受益者 这是我们施舍出气的 得招的人就得到益处 对不对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我们 重点就是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的 器皿 神使用我们把这个善行 行出来了 让对方得到益处 然而我们看见 在这一件看起来是行善的事 也可能会显出人的污点 人的污秽 所以就是在行善的 怎么样可以看它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动机 motiv 所以结果呢 那你看说结果那就是故意让人知道 那故意叫人看见的目的是错的 弟兄姐妹 因为这是自我宣传 那我们讲到动机 动机是隐藏的 是在内心的 所以耶稣教导门徒 你们施舍的主要的动机 是什么 如果我们在表 我们本来是要做一件 使神荣耀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 还没有使神得到荣耀的话 我们已经在外面的 已经荣耀的自己 让人来称赞你 那么你的奖赏就没了 在天上的奖赏就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 讲白了 这个动机 这些最请人 叫人看见的人 他就是要从人的身上得荣耀 因为他们对神没信心 他们只是看到 我做这些事情 他只是想要抓到地上的荣耀先 天上的荣耀看不见 我不管 我要的这是现在 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 这是一直讲究外在 是的 没错 我们知道外在固然重要 但是神看的是内心 天国的价值 天国的原则 这是坐在父神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 基督徒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一位在天上的父 在查看 所以弟兄姐妹 请问我们的心 有没有对准那一位 在安重的父呢 我们所做的一切 今天早成 我们来到成岛 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来吗 还是因为 我们真的要来 敬拜 这位安重的父 好 我们就进入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行善 他只在意内在的动机 那么天父常查看人的内心 所以内心是人真的体现 你要知道这个人真不真吗 查验他的内心 他的内心 查验 我们可能拿不出人的心来看 但是上帝知道 上帝能够呢 圣灵能够参透万事 看入你的内心 好 我们继续看 第二 讲了施舍之后呢 我们讲了祷告 祷告要纯正 那我们看到呢 祷告要对准心 就是动机 他说你们祷告之后 又再说了 不可像假慢为生的人 假慢为生的人也有祷告 他们自安站在会堂 刚才已经讲了 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那么祷告你就是 你跟神的事情 干嘛你再跑道路来祷告 当然耶稣是特别是这样的形容 就是说 要特别的形容说 他们的祷告就是要能看见 所以耶稣说 我是在I truly tell you 我是在告诉你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识 那祷告是有赏识 但是你已经在地上拿了 在天上就没了 那你祷告的时候 要进入内物 关上门 其实这里就要告诉我们 内物关上门的意思 就是说 祷告就是你跟神的事 不是跟别人的事情 所以你要注意 你祷告的内心的呼求 不是你讲的话有多美 所以祷告在你安中的父 你父在安中怎么样呢 必然报答你 所以弟兄姐妹 祷告是一个神圣 心灵的活动 对不对 你跟神有一个indomacy 所以东西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神是看内心 不是看外表 对不对 那么耶和华时 当他在拳选 这个耶稣家的孩子的时候 他就叫撒姆尔去耶稣的家 这是大卫的家 结果神告诉撒姆尔 撒姆尔是先知又是祭司 他也看走眼 他看到耶稣的大儿子 高头马大 有能力 但是上帝所看的就是大卫 大卫虽然当时是个少年人 但是上帝看中了大卫的心 弟兄姐妹 真言书4章23节说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为什么 因为一生的果效 你所做的一切的东西 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有错误的动机 虽然我们进行是个神的活动 祷告、进食等等 我们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造假 只要你的心有问题 你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 你可以奉献很多 你可以做给神很多 但是你的心一点点不对 那么就没了 你所做的完全百废的 所以这里说第七圈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 就是这些假慢为上的外邦人 重复的画 当然这里的画 它不是字面上重复的画 那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 就常常喜欢说 哦主啊哦主啊 哦 Father Lord Father Lord Father Lord 对不对 你祷告十句就有五六句就是 Father Lord 当然 上帝这里不是讲字这个 意思是说 你们的重点不再是把那个词修得很美 以为你修的词很美啊 当然弟兄姐妹 我们有祷告文 那个是很重要 祷告文 那是不是祷告文不重要 祷告文重要 因为你不会祷告 你用祷告文 但是你的祷告文 是用内心祷告出来的 那OK啊 所以第八节说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 以先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副招 其实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 你还没有祷告的东西 神都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祷告 其实神要我们与祂同工 祷告就是与神同工 而你与神同工的时候 你教点在于神 不是人 不是你自己 不是你的慈美不美 这是你愿意说 上帝我愿意跟你同工 我要看到你 只一成全 就是那样的单纯 所以祷告要纯正 所以我们唱诗歌 无论好听不好听 只要是从内心祷告 内心唱 内心护求 神就悦纳了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就给了一个 对准神祷告的总结 就是主导文 那弟兄姐妹 如果你好好去看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主导文 很多的牧者都讲解 我们就不多讲 那主导文是一个 纯正祷告的东西 从里面你去发现 他祷告的对象 不是人 神一说的 我们在天上的福 一开口就叫到我们 你们先把对象搞对先 不是人 不是站在路边 神之路口祷告 你的祷告 你的祷告就是赏 要focus is God 所以祷告的内容 很重要的 你先要尊神的名 你来到祷告 不是把你的事情 一个一个的告诉神 神当然会公益 所以你看 整个主导文里面 全部有八项的东西 都是以属神的事为先 只有一样的事情 换句话说 只有一样的事情是什么 就满足自己的需要 热用的饮食 所以给我们看到 神的心意就是祷告 我们是祈求神的国度 然后其他神会供应你 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 后半部第六章43节说 你们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神就是要告诉 天国的子民好心你们 先求我的国 我的义好不好 不用担心你们吃什么 喝什么 你们要对我有信心 因为天上的一切都是我 地上一切都是我 只要你求 我一定会给你 所以天国的子民 所做的就是祈求 天国的事 好 我们继续看 那么这里说了 祷告是追求灵性的成长 对不对 而不是我们自我宣传的 一个提升 所以弟兄姐妹 祷告是让我们在灵性的成长 而不是让我们 你看我祷告有多厉害 等等 不是这样的 第三禁食要存证 既然讲到祷告 施舍禁食 这里就讲到说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生的人 脸上带着仇勇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内容 从十日到十八节 就说你们不要像假冒为生的 假冒为生的都是做门面功夫 门面功夫 所以我们看到了 因为人的内心的错误 他连一个神圣的 一个属灵的操练 都可以拿来先要自己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 非方我们讲言 牧者我们上台 是要对准弟兄姐妹说话 而不是要来对准 弟兄姐妹 敬拜在台上 带敬拜 如果你不是对准神 你对准人 那你就是performance 你就是在呈现 你就是在表演 讲台如果没有敬拜的心 就变成舞台 对不对 讲台如果没有对准神 是对准人来炮台的 就是来讲台 就是照旧人 如果不是照旧人 来故意 以自己的动机来 针对人来骂人 那就变成炮台了 讲台会变炮台的 讲台也会变 舞台的话 弟兄姐妹 所以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禁食呢 如果你不是从内心的追求 它就变成一个系数了 而不是一个心灵的需要 所以法律赛来 他们禁食 就是变成一个系数 你一定要这样 你一定要洗手 你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禁食不是外表的装苦 告诉了 我真辛苦 你看我禁食 又不可以吃 又口臭等等 耶稣说 七十一年 把自己整理好 因为这是一种内心 是在对神一种呼求 一种的自我的自制 一种自制 一种自制 是围着我们的内心的苦 最难处来祷告 来忧伤 所以禁食不是外面的 我不是我要牵体 我要瘦身 我要减肥 不是 乃是一种内心 我不想吃东西 然后呢 刻意的去追求神更多 在这段时间 用餐的时间 我就不是用餐 我特别的去追求神 所以禁食不是表现自己给人家看 乃是回到安重的父来报答 所以我们要禁食 但不是为了禁食而禁食 那是有原因的禁食 所以我们禁食只是觉得 要更加亲近神 而不是把自己更加的吐显出来 那十九到三十字节 是讲到真正的财富 那么其实这一段 又是讲另外一个的环节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到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正确的东西 你给他多少财富 他的财富都会呢 怎么样呢 不是真正的财富 一个人有钱 然后再加上他的内心的存证 他才是真正有财富的 如果一个人有财富 有产业 但是他的心属不正 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有财富的人 所以这里说呢 财宝是代表人一个外战的富足 你看到有财富 他很富足 但是这个人是否是真正内心的富足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那就要看他的心如何管理财宝 就是这个人怎么样去管 一个真正有权的人 不是因为他外面有钱 有多少财富 一个真正有钱人就是他懂得去管理他的钱财 就是懂得用神的心意去管理财宝 那么财宝在他的心是什么地位呢 来定义这人是不是真的有财宝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财宝在你的生命的定位 这个地位是什么 才能够定义出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财宝 那么我们看到地上的财宝会坏 会失去 这些都是外在地上的财宝 但是真正拥有财宝的是拥有那个不会坏的 就是说你手头上有钱有财物等等 这些都是坏的 但是如果这个人内心真正的是有存在的东西 懂得怎么样管理使用这些钱 那么你手送的钱才是真正的财宝 所以人存永存的才是真正的财宝 所以上帝要我们注重 虽然上帝要祝福我们 所以你看神社呢 你们要先进去我的国 我的一切一切要加给 神是要给你地上的财宝 没错要祝福你 但是神要你先把心搞好 所以十九到二十一集说 你们不要祝财宝在地上 地上的财宝会有虫吃啊 会朽坏啊 会有贼挖窟窿来偷啊 只要祝财宝在天上没有呢 天上没有虫子 不能朽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耶稣要讲什么 他说呢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可见财宝会影响我们存在的心 对不对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正确对的话 财宝就会影响我们 而如果我们的心是对的话 我们这个心就会影响我们怎么去管理我们的财宝 所以它会影响我们对神国自信做错误的决定 那你看有一些人不可以有很多钱的吗 他一个有很多钱之后他会离开神的 弟兄姐妹 你问一下你自己 你是不是一个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 你会离开神的话 那么我想上帝不会束缚你有大财宝 因为一旦给你财宝 你就心属就不正了 有些人是不可以有大权柄的 你给他大钱并 他一当领袖 他的尾巴就出来了 他的无理尾巴就出来了 如果你当他一般人服侍神 他没有问题 他会谦卑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地上的东西看为财宝的话 那我们的心就在地上 所以神要我们说 你要看重天上的财宝 属灵的事情你要看重 所以你地上拥有的 它就包含在里面 所以如果天上的东西为财宝 那你的心就在天上 那你地上有的 你就不会介意 因为你知道你给得出去 神又会给回你 因为神看重的是你天上的财宝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那些又富足 再灵性又好的弟兄姐妹 他们不怕 他们没钱的 他们奉献出去 神又给他们 他们奉献出去 神又给他们 因为他知道他地上的财宝不是他的焦点 他可以给出去 因为神要给他的是比地上的财宝更重要 所以他可以得来 他又可以给出去 多么潇洒 所以当然我们把心放在天上 那我们就不会很多的关注地上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把事情放在地上 我们当然就不会关注天上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教理是在地上 所以弟兄姐妹 对属神属灵的事情 如果我们把东西关注 全神关注在地上的时候 我们就对属神的事情就不会有任何的热忱 因为我们的整副精神就是在地上 但是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 是以神的事为恋 神的国为恋 虽然我们人还在世上 但是我们以神的国为导向 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 都是以神国为导向 那么地上的东西就不会影响我们 所以财宝会影响我们对神存知的心 重点就在这里 我们必须对财宝的重点在于神 神就是那个财宝的源头 神看重的是天上的财宝 当然地上的财宝也重要 但是它不是最重要 最后我们看到 财宝会影响我们纯正的心眼 他就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们的眼睛若亮了 全身就光明 你们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弟兄姐妹 这里其实就是讲到内心的纯正 你内心不纯正你就黑暗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见前眼开 对不对 所以可见我们内心是一个眼睛的 这是财宝能够影响我们的判断 我们的心看到前不正确的冬季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以钱为考量 好像我帮助这个人 我能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我去那边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 我们每次都是这样讲 闭南话不见话就说 有什么好处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所以当人的眼光就注重在地上的财宝的时候 来我们的心眼就被财宝蒙蔽了 空置住了 所以人的心眼 他里面只有金钱 他所看的 只见金钱不见耶稣 只见金钱不见耶稣 但是耶稣要我们什么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当我们一直把教练看的钱 那我们真的心眼就瞎了 所以人处的财宝 他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这样的人 他们内心的感应的功能就失效了 因为他只有被钱占据的 所以他其他的功能失效了 他生命里头 对神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黑暗 弟兄姐妹 今天许多的基督徒 还摆脱不了买万字 就是想有一个美梦 想发达 对不对 一直在想 上帝不需要太多了 只有一次就够了 给我装一下一次就够了 给我一次就好血了 我一定会奉献给你的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到 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 就是神要给我们看到 不用担心孩子 不用担心 不要把眼目看在地上 你看 所罗门 野地的花等等 这些我都看过了 把眼睛看大一点 看到有没有看到 我供应我耳里的需要 所以你要把眼目看在天上 当你把眼目看在天上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我的供应 吃喝不算不得什么 这些都是我一定会给你的 但是你一定要先追求我 这些我已经包在里面 It's a package As you seek me Seek ye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Seek ye firs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All things will add unto you It's all in the package As long you seek me 你就说只要你寻求我 一切都在配套里面 吃啊喝啊穿啊 各方面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给你的 所以三十四节就做一个结论说 不要再为明天优利了 明天的事情我一定会为你担 不用 你只要好好的专心的寻求我 那就对了 这是神 透过马太福音 要给我们知道的一个很重要的 终点 这是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把焦点 钻住 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的心要存真 那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他们加上 他们不合作的 说明天呐 请多不吝点赞 愿保障 两十四节就做一个